左传直接解释经文的话比较少 但基本上是必要的 如引公元年春王正月 左传不像公羊传 把元年春王正月先结成极段 加以无谓的解释 又综合起来 从此的顺序加以一策 左传仅说 不输继位 涉野 所以司马迁做实际 在鲁氏家中用左传 而不用公羊和古粮 没有必要 左传不但对经文不加任何解释 而且连春秋经本文都不写 所以左传有不少的无传之经 都于很懂得左传体力 假若经文和传文相类 如文公元年传 下四月丁寺 障西宫和春秋 下四月丁寺 障我军西宫 好像无所增加和说明 而都于却注云 传接不须在经文 那么为什么这里须在经文呢 都于认为后文 木传博如其使品宫 这条撰文应在 帐西宫下 就是孔颖达书所说的 既帐除丧 即成君之即位 我则认为这是表示下一撰文 王室毛博博为来习功命 孰孙得臣 如周百 若不写习功以仗 周王既不能使人习命 文公也不得接受 并且使人答谢 正如宣十年经 公孙归父 率师伐诸取义 传景云 师伐诸取义 实际为下文 东子家如其伐诸故也 作伏笔 上面那个不应该念为 是念为 实际为下文 东子家如其伐诸故也 作伏笔 因为最初春秋自春秋 左撰自左撰 各自为书 古人叫别本单行 把春秋经文和左撰分年合并 都与春秋续 自认是他自己分经之年 与撰之年相互 比其一类 各随而解之 若在经撰为合并以前 作传者 与其他撰文有关之经 不能不也写一笔 这不叫虚载 左撰还有时 把几条相关的经文 合并写成一撰 如西宫三十二年 东十有二月 吉卯 敬后崇尔尔族 三十三年 春王二月 情人入华 下四月新寺 敬人即将荣 拜情诗于 瑶 鬼寺 藏 敬文宫 一共四条经文 左撰写成一撰 不过 金本左撰 因三十二年和三十三年之间 插入经文 因而隔断 文气实际是相连的 这又是左撰一条体力 这又是左撰一种体力 一种条例